竹鹰之暗被铺开在帕子上 玄影放在眼前试了试 意外的合适 他这双眼比以往要脆弱太多 不得不好好爱护一下 这会儿看周围的金光璀璨就比较能接受了 他往地上一躺 用手悄悄见臂 懒洋洋的信口胡说 竹鹰大军饿了 要吃人 带本座去烦人多的地方 剑壁立刻被扶仓的手指敲了两下 他一点都不客气 敲得咚咚响 震得他脑壳都疼 说话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天边传来 忍着 又是忍着 他怎么这么缠暴 玄影在金龙腹内翻过来倒过去 无事可做 索性用指甲去抠剑壁 谁知那金光被他三抠两不抠 竟抠出一个洞来 他把脸凑到洞上往上看 扶仓日常骑着那头狮子居然不在 他正欲疯而行 天空漆黑 以往因着诸天涂抹照领 时常漫天飞舞的降光都已消失 群魔潜伏 诸神按兵不动 安静的反而有点毛骨悚然 一只手伸过来把洞堵住 扶仓对他这爱到处乱扣的恶习已是无奈 很期闷 玄影轻轻吹了一口气出去 扶仓的掌心便接了一层漆黑的冰 他立即用指尖在木剑上弹几下 继续弹得叮咚响 似是觉得这样很有趣 龙公主的轻笑声从木剑内细细响起 扶仓低头看了看变得漆黑的木剑 这毕竟不是纯云 关了个堕落天神在里面 时间一长并承受不住浊气氢染 指尖在木剑上一扶而过 华絮是金木神力重新令其变得光洁 玄影也跟着A压一声 清爽多了 那就安静些吧 苦叫谁发觉这柄木剑会出声 可要出大事 谁知玄影又开始慢悠悠地说话 扶仓师兄 下次让金龙推些书啊 花草什么进来 好不好 牛轰轰地见气画龙 就这样被他诡异地扭曲了作用 想看什么书 扶仓师兄对他爱看书这件事感到神奇 他整日看的都是什么书 反而看得这样跳脱胡闹 玄影埋头认真想了一会儿 开口道 你当凡人那会儿 书架里面摆了几本红皮的书 名字叫什么 话还没说完 就被扶仓冷意地打断 你记错了 玄影的记性向来不坏 怎可能记错 名字叫 他的指尖又在木剑上重重一弹 震得玄影耳朵里乱响 这样恼羞成怒肯定有鬼 玄影撅起嘴 莽夫 扶仓弹道 再说话 便三天不许出来 玄影不信 他能把他关在剑里一辈子 玄影又朝那个洞吹了口气 结果扶仓真的就没关他多久 被从木剑里拽出来 凡间正是艳阳高照 精粹的小山头 微风阵阵 怎么看 怎么眼熟 玄影四处看了一圈 目光落在崖边纳住地女桑上 他宽大的叶片 还是那么干净爽快 风吹在上面的声音 还是那么动听 像下着细细的雨 突如其来的喜悦 就像当年 扶仓带给他的一样 终于又一次见到他 什么都没变 玄影轻飘飘地飞过去 仰头凝视他 山下已没有半座城 绿意铺满整个视线 他忽悠忍不住扭过头 那时候凡间皇子 如今已是白衣战将 那时候的神女 如今却成了母祖 扶仓看着他眼神 还是没有变 一别千万年 此时此刻 仍是彼时彼刻 玄影笑了笑 朝扶仓伸出手 他很高兴 现在陪着他的 还是扶仓 那只修长的手握住他 白衣神军 已站在他身边 与玄影站在这株 凡间的地女丧下 一同眺望山下一步 存在的伴奏城 山峰带着比那时 浓厚多的浊气 扶过玄影雪白的 宽纳长袖于衣白 他还是穿着浮仓的衣服 被风吹得像飞起来一样 玄影慢慢坐在崖边 披散的长发 粘着几缕在面上 他一面剥开 一面仰头 望着头顶地女丧的叶片 轻声道 这颗地女丧 比我子服里的好看 应该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 浮仓翼坐下去 将玄影披散的长发 用手指慢慢梳理 从袖中 取出他遗落在巴蛇腹内的金环 替他挽在耳边 玄影却将金环再度摘下 揪着他的袖子放进去 玄机柔声道 小哉 总是偷我金环 干脆送你吧 浮仓摇了摇头 张开双臂抱住他 不要像留下遗物一样 服饰也好 朱垫也好 都是因为心底爱着的那个 才穿戴 才有意义 这样匪测温柔的时刻 冷不丁 公主突然不合时宜冒出一句 我没记错 我翻过几页 那些红皮书 好像讲的是女鬼和书生的故事 又提这个 服饱简直不知 是再将他关进木箭里狠狠敲几下 还是干脆把他丢下这悬崖 只听悬疑细细一笑 朝服饱面上轻轻喷了口气 吐气如蓝 声音娇软 装模作样 仰起头凑近 一个吻 很轻 小女鬼 服饱扶手加深这个亲吻 让时光回到过去 让他在那个血满乾坤的深夜 能够赶回夏季 正青春年少 四野八荒天上地下 处处都是三千景色 天涯海角 他们会在一起很久很久 一切不会是幻象泡影一般 短暂美梦 夜色渐渐深沉 崖边的风很大 龙公主蜷缩在她怀中 风声没有惊扰她 她睡得很沉 不要做梦 扶桑低头 在她面上吻了吻 抛出木箭 令金龙将她护在腹内 极远的天边 似有降光划过 她眯起眼 起身风雨走 却见远处忽有 树团降光急急坠落 太子长秦声音 骤然响起 扶桑 就知道你会在这附近 扶桑转过身 便见太子长秦 领着几个丁卯部战将 面带焦急地走过来 一面诱导 别找那个公主了 她是故意逃走的 上街有消息 说她已经堕落成魔 马上必要发全战部召集令 速速回丁卯部 全战部召集令 傅沧梅说话 眼前苍茫的景色 忽然变得如此撂窍凶险 太子长秦还在说 我就说你那招剑气画龙 怎么可能失手 一定是纯云 认出渡了天神的气味 快回去吧 扶桑默然片刻 微微寒手 反身便御风而起 忽见数道巨大的针岩束缚 便自虚空落下 立即便要见他捆住 他似是早有准备 苍蓝的天之宝剑 自窍中一跃而出 化为巨大无比的金龙 飞快盘旋一圈 便搅碎那些束缚 他没有回头 全战召集令 不是马上要发 是已经发了吧 长秦兄 素来直爽豪迈 何必学这些 憋脚功夫来演戏 以太子长秦的秉信 段不至于专门 跑出来寻他 他进来寻 还特意带了几个战将 便必然有意 太子长秦神色复杂 看了扶苍一会儿 长叹一声 你记通透 为何 如何这般犯杀 他是天神堕落 绝无活路 即便跟整个竹音室为敌 也不可能留下他 我看在往昔情分上 先行一步来提点你 你这些日子 不会占卜 应当是和他在一处吧 他藏在何处 速速把他交出来 不要犯傻做错事 此事 绝无回旋的余地 扶苍静静 凝望料翘的夜色 富有转头 声音冷淡 不错 此事绝无回旋的余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